一种快速占卜的办法 随时随地可以知道吉凶 学会便可授意终身 关于八卦万物归向的归纳 可以说梅花艺术总结的最为全面 梅花艺术是一种可深可浅的中国占卜术 浅算吉凶可以信手拈来 身段万物可以无物不占 无仪不占 不信不占 不义不占 没有真正的疑惑 不要去占卜 不信你的人 不要为他占卜 问奇怪问题的 异想天开的不要为他占卜 除此之外 还要遵守梅花艺术战断的四道法则 即阴时地变阴晴 分昼夜和甘之 一 阴时地 同样的卦象 要考虑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起 例如 镇寻墓历临春 不惜砍水生柱 原因是春寒撩翘 水冷无法生柱 反而起微火温暖 地狱分为九州 同样的挂在什么地狱占卜 什么地狱的人占卜 结论自然也不同 二 变阴晴 也就是说 同样的卦象 阴天和晴天 吉凶含义不同 三 分昼夜 有昼夜则有阴阳 有阴阳则有吉凶 白天的卦和夜晚的卦 吉凶各不相同 四 喝甘之 问补的当时 年月月 十成四柱八字 甘之中 生和形冲和纳甲归藏 吉凶意义各有分别 古人将只可一毁 不可言传的问题通通归纳为新意义 是蒋人的悟性有关的占卜 我们进行解挂之前 首先要熟练地掌握好起挂方法 掌握好起挂方法很重要 决定了挂局应不应试 建议初学者都用手牌心算 用多了便自然会熟练起来 来人问挂 起得何挂 自然了然于凶 梅花艺术的起挂方法很灵活多变 大致分为两大类 即先天挂后天挂 先天挂为先有其数而后有挂 后天挂为先有挂而后有数 还有一个区别 先天挂多为来人问战 我心应之 以所见物数 笔划起战 对应挂主的需求进行一个推算 而后天挂都是事来急迫 求挂人先觉挂矣 疑惑不解 所以以周深动静 或是所梦所见之视景 对应挂项 取出上下挂 再配以当时时辰之数 取出一个挂 多为推未知之事 俗称征兆斩 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先天挂起瞻不加时辰 后天端法起瞻 必然要加当时一个时辰才可 根据物体的形状起挂占卜 便能做到百瞻百中 梅花艺术的绝学有多简单 圆形的物体归类于前挂 因为前挂为天 圆形 对挂为金属工艺 弃明的 所以金银首饰物体 归类于对挂 方形的物体归类于坤卦 坤卦为地 天圆地方 方形为坤 柔顺的物体归类于迅挂 迅挂为风 风 具有柔顺和悲顺的性质 阳面朝天的物体归类于阵卦 阵卦的卦形为开口朝上的檀鱼 覆盖于地上的物体归类于更卦 更卦的卦形为朝下的外 覆盖在地上 至于木质的物品 长的物体归类于迅挂 迅为木 为风 木为高 长 绿色生机的性质 内部坚硬 外表柔软的物体归类于坎卦 坎卦的卦形为两阴阳在外 中间阳阳在内 看上去处于外揉内挂 比如带荷的果实 内揉外缸的物体归类于梨卦 梨卦的卦形为两阳阳在外 中间阴阳在内 干燥枯萎的物体归类于梨卦 梨卦为火 火能燃烧干燥物体 贺损的器物归类于对卦 对卦虽为美 但也有缺损之下 因为对卦卦形为对上缺 根据以上看到的情况 就可以按照先天八卦数字 所对应的卦 起卦占博 先天八卦数字如下 前一 对二 离三 阵死 迅武 砍六 更七 坤八 这天下的事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一点不可否认 以古来后映出事物的规律 这是古人发明战法的一个目的 古人认为 心是思想之源 物性也产之于心 所以有心意之称 而心意的意 再次可以解释为意道 所以说 战断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 是唯物的方法论 事物都是有规律的 此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规律 古人用像来表示它的含义 而且经过几千年的总结和证实 这种方法论 基本上能体现世界的本源 能反映自认界的客观规律 正因如此 取向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变化是世界的本质 但是虽然物质在无时无刻进行着变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它的基本规律是不变的 所以梅花艺术的预测 也是变化的规律 掌握了梅花艺术的预测方法 还要知道变通的道理 为何梅花艺术人人都能学会 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天际呢 风绝鸟战 按照字面的意思 就是见风而绝 见鸟而战 不过这只是一个比喻 不是说只有这两种东西可以用来占卜 而只是说 它们在生活中很常见 可以用来占卜 同时所谓举反三 学会了风绝鸟战 对于其他的物类奇象 也有畜类旁通之效 我们在古典小说里面 常常看到这样的话 大风自北而来 飞蛇仗前降起 某某掐着一算 这种其实就是风决战 风是天地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而且里面 携带着乾坤里面的很多信息 当我们见到风起 而想要占卜吉凶的时候 首先要看的是 风从哪个方向过来 用来起挂 比如说 如果风是从南方过来的 那么得到的就是家人挂 因为南方属离 风属训 合起来得到的就是家人挂 然后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首先是神奇时 譬如说 春天为合唱之风 夏天为长阳之风 秋天为肃杀之风 冬天为凌冽之风 然后还有茶奇色 一般来说 如果风里面带有哀烟云气 可以见到黄色的色泽 那么就是祥瑞之风 青色则是半疾半凶 白色则是有刀冰的意味 如果是黑色昏暗的风 则是凶 赤色就会有灾祸 红紫色则是吉利的 最后还要仔细辨认风的声势 一般来说 风声如阵芒 则意味着 有斗争之事将发生 如波涛则是惊险之事 如悲艳则是有忧虑 如奏乐便是有喜事 如喧呼则逐闹火 如烈焰可能有火惊 而如果声音洋洋洒洒的过来 慢慢离开的 那便是极强的兆头了 而鸟战则是在 见到鸟和鸟群的时候 进行的占卜之法 凡是见到鸟群 属他们的直处 看他们的方位 听他们的声音 看他们的羽毛颜色 都可以用来启挂 同时如果我们对鸟类 有一定了解的话 它们的种类 以及鸣叫声 都可以用来判断鸡群 只属启挂时 乃是一只属前 两只属对 三只属犁之类 方位启挂也是如此 而在听声音的时候 如果鸣叫声喧酒 则是煮口舌 若是悲艳 则是煮忧愁 如果很嘹亮 那便是极强之事 对于鸟类的名义 一般来说就是 鸭暴灾 雀暴喜 鸾鹤为祥瑞之类的 卦象万万千千 在这儿不能一一相聚 总而言之 在用梅花艺术 占卜天时的时候 需要一点灵性 要把卦象 集合起来一一口茶 才能够论得精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